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可以在海上同中国进行游击战 斯塔夫说 中国在南海扩建的岛礁是非常诱人的目标 美军可以用特种部队 反舰导弹 武装无人机 直升机和其他的攻击机 这样一些武器发起打击 他认为这种作战手法从本质上看是海上游击战 我们承认中国在南海的岛礁 的确存在着义工兰手的特点 一旦美国海军获得南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那他要攻占南海岛礁的话 的确不太难 不过美国海军陆战想在南海活动 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是如何确保他的两栖攻击舰队的自身的安全 在卫星和其他现代侦察手段的支持下 美军的两栖作战部队 是没有办法做到发动游击战的这种突然性 要知道我们讲究竟东风快递不断能打航母 也可以把美国的两栖攻击舰送去喂鱼 另外游击战的本质是保存自己的有声力量 他的精髓是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皮我打 敌退我追 美军在南海地区没有突然出击的条件 如果想通过潜艇运送人员突袭 这样的攻击规模 不可能对我们的首导部队构成致命的威胁 另一方面 由于南海岛礁本身是义工揽手 就算是你美军占领的这些岛礁 如果你不及时的撤退 也会成为我们蒋生军打击的火把子 蒋生军的各型反舰导弹 形象导弹 弹道导弹 完全可以消灭美军占领的岛礁的那些部队 这位美军博士的建议实际上就是在送人头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中美发生战争 就算美军通过突袭能够攻占南海岛礁 那它也会面临着它的母舰被击沉 岛上的海军陆战队被封锁在里面的局面 到那个时候 这些部队在没有淡水 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那也会被活活的困死 既没有发起战争突然性的条件 也没有办法保存它的有声力量 因此 美军上将所谓的海上游击战 实际上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死旗 我认为美军上将的严嫩 很大的可能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在争取支持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美军的编制里面 是一支地位比较尴尬的 所谓的独立军种 在未来的作战定位非常的难堪 强化印太战略是美军的大方向 美军的海军作战队想在对付中国的大战略中发挥作用 又不太可能攻击中国的本土 把作战区域放在南海 大概是他目前的最好的理由 美国陆军也在进行改革 未来计划部署超远程的火箭炮和中程弹道导弹 他想在亚太地区帮助美军航母编队打出一个洞 实际上他是很难找到导弹部署的地点 与海军陆战队这样的规划 这种规划很相像 从本质上看 这种现象就是美国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 在亚太地区的作用非常有限 想把中国当成要军费的理由 根本不管这种战术是否合理 不过这位前北约的司令的建议 倒也提醒了中国 南海岛礁的防卫防护体系一定要加强 南海岛礁作用美军军的前进部署的基地 它本身的作用也不是在那固守 而是作为战略支点 承担着警戒和战略威慑的作用 南海岛礁的安全归根结底 还要依赖祖国的强大 要依靠我军其他作战力量来保证 因此中国还要大力的发展航母编队 两栖攻击编队 还有战略轰炸机 还有我们的火箭军 这样一些远程打击力量 只有蒋宏军其他的作战力量强大了 南海的岛礁才会更安全 就算是开战 美军也很难有机会攻占 更不敢长期聚首占领 美军越是把南海岛礁当目标 这越是说明了我们的建设方向是对头的 好这句话就说到这 下期节目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